且说张让 断归结永少帝及陈流亡 冒烟土火 连夜奔走至北芒山 约三更十分 后面喊声大举 人马赶至 当前河南中不愿立敏共 大呼逆贼修走 张让剑士急 碎头河而死 帝与陈流亡未知虚实 不敢高声 浮于河边乱草之内 君马四散去赶 不知地之所在 帝与王浮至四更 陆水又下 腹中鸡铭 相报而哭 又怕人知觉 吞生草莽之中 陈流亡曰 此间不可久恋 须别寻活路 于是二人以衣相结 爬上岸边 满地荆棘 黑暗之中 不见行路 正无奈何 忽有流营千百成群 光芒照耀 只在地前飞转 陈流亡曰 此天助我兄弟也 遂随引火而行 渐渐渐路 行至五更 足痛不能行 山岗边见一草堆 帝与王卧于草堆之盼 草堆前面是一所庄园 庄主是夜梦两 红日坠于庄后 惊觉 披一出户 四下观望 见庄后草堆上红光冲天 慌忙往事 却是二人卧于草盼 庄主问曰 二少年谁家之子 帝不敢应 陈流亡指帝曰 此事当今皇帝 遭时常事之乱 逃难到此 无奈皇帝陈流亡也 庄主大经 再拜曰 陈仙朝司徒催裂之地催一也 应见时常事卖官及贤 故隐于此 遂伏地入庄 贵敬久时 却说明供赶上段归拿住 问天子何在 归言已在半路相失 不知何往 共遂杀断归 悬头与马向下 分兵四散寻逆 自己却独成一马 随路追寻 欧至催一庄 亦见首吉 问之 共说详细 催一颖共见地 君臣痛哭 共曰 国不可一日无君 请陛下海督 催一庄上只有寿马一体 被与帝城 共与臣流亡共臣一马 离庄而行 不道三里 司徒王允 太魏扬镳 左军校魏淳于穷 右军校魏赵蒙 后军校魏报信 中军校魏袁绍 一行人众 数百人马 接着车驾 君臣皆哭 先使人将断归守 及往京师号令 令换毫马与帝集成流亡齐作 促帝还经 先是洛阳小儿摇曰 帝飞帝 王飞王 千成万齐走北芒 至此果因齐称 车驾行不到树里 忽见惊奇毕日 尘土遮天 一只人马到来 百官失色 帝一大惊 袁绍奏马出问何人 秀其迎礼 亦将飞出 历声问 天子何在 帝战力不能言 陈流亡勒马向前 誓曰 来者何人 卓曰 西梁次时董卓也 陈流亡曰 辱来宝驾也 辱来劫驾也 卓映曰 特来宝驾 陈流亡曰 既来宝驾 天子在此 何不下马 卓大惊 慌忙下马 拜于道左 陈流亡以言辅慰董卓 自初至终 并无诗语 卓按其之 以怀费力之意 逝日还宫 见何太后 聚各痛哭 简典宫中 不见了传国玉玺 董卓屯兵城外 每日带铁甲马军入城 横行皆是 百姓惶惶不安 卓出入宫廷 略无忌惮 后军校未报信 来见袁绍 言董卓必有一心 可诉除之 少曉曰 朝廷心定 未可轻动 报信见王允 亦言其事 允曰 且容商议 信自引本部军兵 投泰山去了 董卓昭又何敬兄弟部下之兵 敬归掌握 四位李如约 无欲费地立臣流亡 何如 李如约 经朝廷无主 不就此时行事 实则有便已 来日于温明园中 召集百官 欲以费力 有不从者斩之 则威权之行 正在今日 卓喜 次日大牌言会 便请公卿 公卿皆惧董卓 谁敢不到 卓待百官到了 然后徐徐到园门下马 待见入席 九行述寻 浊教廷九指月 乃立声曰 无有一言 众观敬听 众观侧耳 浊曰 天子为万民之主 无威仪不可以奉宗庙设计 经上懦弱 不若臣流亡聪明好学 可成大位 无欲费力 立臣流亡 诸大臣以为何如 诸观听罢 不敢出声 坐上一人推案直出 立于言前 大呼 不可 不可 辱是何人 敢发大雨 天子乃先帝嫡子 初无过失 何得妄亦费力 如欲为窜逆也 浊世之 乃荆州赐史丁元也 浊怒斥曰 顺我者生 逆我者死 遂彻佩见玉斩丁元 使李如见丁元背后一人 生得气字轩昂 威风凛凛 守直方天化己 怒暮而逝 李如吉静曰 今日饮宴之处 不可谈国政 来日向兜唐功论未迟 众人皆劝丁元上马而去 李如吉静曜功认安